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界的巅峰之作 而在武侠与电影共驻辉煌的1994年 天龙八部迄今为止 唯一一部电影版新天龙八部之天山同老 也悄然上线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林青霞 张敏 巩俐三大女星云集的情况下 却只创造了650万的票房 还被誉为最烂的武侠电影 今天阿浪就带大家走进这部电影 首先我们来大概说一下电影情节 看过的兄弟可以直接跳过 电影以《玲珑奇菊》作为开头 开篇便告诉我们 李秋水姐妹都喜欢着大师兄 逍遥子 而天山同老乌星云 却喜欢着小师妹李沧海的四角虐恋 在这之后逍遥子物中丁春秋独工 被逼归隐 布下玲珑奇菊等人来破 与此同时丁春秋灭掉全真教 又想夺得少林二宝易金金和大还丹 少林弟子纷纷散逃 虚竹本来也想跑 但正好碰到了方丈来找人 就临危受命带着玉佩和易金金 赶到飘渺风破玲珑奇菊 制服丁春秋 途中 虚竹被丁春秋弟子阿子挟持 不仅逼着他传授少林绝技 更是引诱他破戒 虚竹击退阿子 却坠入硫磺洞 遇见被李秋水重创的乌行云 乌行云正逢三十年还同期 换成妙龄少女 在巧合之下 两人抱在了一起 随后虚竹到飘渺风 巧破棋局 与逍遥子相见 得到了逍遥子的百年内功 又受托去寻找李沧海学北民神功 却发现李沧海已经死去 虚竹在路上遇到了乌行云 被邪门外道72洞主相逼 他挺身相救 后来又遇到了阴殿神功而中毒的阿子 于是保护二人前行 却没想到李秋水想趁人之危 反而误惜阿子的毒气 功力全失 残人只能全靠虚竹保护 乌行云的功力恢复后 想要除掉李秋水 却被虚竹克制 于是放弃宿愿悄然出走 另一边丁春秋势夺少林之宝 又说服李秋水联手 虚竹只能独斗两大高手 危机之中 乌行云不齐以垂佬之帽 助虚竹打败丁春秋 又点唤李秋水醒悟反衣服们 阿子称乱盗取大环灯 但失去了虚竹的成绩 长忙而去 只有得到真爱 而未能相爱的乌行云 于落日的余晖中 飘飘白发走向远方 电影完结 这部电影最出众的 便是巩俐饰演的天山同牢 乌行云 他容装书淡 眼线直画出并角去 显得阴气不凡 衣裳飘逸 再加上飘渺风如云如雾 种种虚幻飘渺 全部是人间之景 更显得乌行云不染尘埃 像是参风引路的仙子般 他武功高强 手下簇拥无数 自然更是强大自信 但对于乌行云来说 最美好的回忆莫过于曼妙歌声中 李沧海轻轻衣服在 乌行云的怀中 共奏一曲时的幸福 最让人触动的 是当乌行云发现 李沧海被浸在李秋水的密室时 他的喃喃自语 人生如物亦如貌 情如朝露去匆匆 沧海 我来了 当时李沧海化身为玉林龙时 乌行云绝望地含着 沧海 你不要走啊 沧海 但抓住的只是他的一袭白杀 乌行云心里很明白 人生就像一层雾 一场梦 很多事情只能顺其自然 随遇而安 感情也是这样 所以李沧海和逍遥子 隐居在飘渺风时 他只是待在他的灵鹫宫 做他的天山同老 所以故事的结局 他白了头 容颜老致 不再是那个青春整柱的天山同老 也不再回头 但无论是原著还是魔改电影 吴行云注定是逃不过一生宿敌 那就是跟他斗了一生的二师妹李秋水 两大美女前辈为了与逍遥子的爱情纷扰 以及对天山同老称号的全谋之争 争斗了一辈子 对于李秋水来说 最美好的时候 便是三姐妹没有烦恼的饮酒作乐 唱歌跳舞 当然前提是李秋水并不知道 逍遥子深爱着孪生妹妹李沧海 他依然对他心存爱恋 期待能博得君子一笑 然而世事难料 亲爱的男人和亲生的妹妹 幸福的生活在飘渺风 曾经的好友伐木成丑 各自称天山同老 从此他依然孤独地享受着 歌舞生品的生活 纵使他统治了天涯海阁和灵鹫宫 他依然不快乐 脑海里经常回想起 当年三姐妹开怀大笑的唱剂 在那个人人都想称霸 武林天下第一的侠义年代 也只有像丁春秋这种 没心没肺 奸诈冷血的人 更适合在这种环境下生存 古人有云 英雄难过美人观 但照样有美人难过英雄观 逍遥子是李秋水永远的官家 走不过跨不过 他对他的爱 化作绵绵无稽 刻骨铭心的恨 恨吃情种子 逍遥子 恨狠刀夺爱的李沧海 恨重情重义的吴锦云 正是因为这种恨 他的下半生 虽然歌舞生交 美酒佳肴相伴 但依然 郁郁寡欢 孤独落寞 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 却是孪生妹妹李沧海 虽然原著中 只有李秋水有名有姓 但电影却用一句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去乌山不是云 将三个人的名字难过其中 同样因为这句诗 姐姐李秋水 有多狠毒 妹妹沧海 就有多柔情似水 这也是师兄逍遥子 气节暧昧的原因 在电影中 她逐一席 飘飘白沙 是一个温柔 郭淡 安静的女子 在飘渺风上 与逍遥子过着归隐的生活 她的镜头并不多 只是稍稍几笔带过 同样 电影中没有出现 逍遥子的正面 只有她的背影 还有她的声音 留给观众 无尽的猜想 当逍遥子将北明神宫 传给成功破解 真龙齐举的虚竹时 她将李沧海的画像 交给虚竹 画像上写着 曾经沧海难为谁 除雀乌山 不是云的诗句 并嘱咐 她告诉李沧海 她很对不起她 很想念她 不巧的是 孪生姐姐李秋水 引诱虚竹 说出了那些话 而此时 李沧海 长眠与李秋水的密室中 可惜 她听不到 这些动情的话语 感受不到她死前 对她的愧疚和思念 李沧海化身的玉玲龙 也未能挽救 逍遥子的生命 两个有情人 只能在黄泉之下 共聚前缘 在天山同老种种 还有一个颠覆性的魔感 原著这段故事中 作为晚辈的阿子 并没有参与到 这段情节之中 但为增加电影的看点 不但让张敏演的阿子 成为了三大女主之一 更把原著中 发生在天山同老 和虚如之间的情节 都安在阿子身上 并精灵古怪地成为 影片的最大搞笑看 但阿子的一生 却是苦中作乐 从小没人疼没人爱 好不容易有了个师父 却也日日在 勾心斗角中度过 偶尔换讲着 自己成为 新秀小仙的那一天 又在每天和师兄标信 在她的心里 自己就是个贱人 贱人 什么人叫我 在她的一生中 谁对她好 就一定是别有所图 所以当虚竹问她 这么好个姑娘 为什么要做坏事的时候 她因为惶恐而大发泪铁 因为突然感受到了关心 产生了对友情的恐惧 就像她自己所说的 没魔就没魔 这个道理 你明白吗 但慢慢地 随着精力的增多 随着他们之间 共患难越来越多 她渐渐地熟悉了 这个朋友之后 却又因为一颗 大环丹 失去了友情 影片的最后 吴行云和李秋水 两位师叔族 谋权失败 和情路失忆之后 灵九宫和天山同老的宝座 就让给了这个小姑娘阿子 她一直以来的梦想成真了 但她又变成了那个 心中空虚 却有孤独的人 只能用酒肉歌舞 来弥补自己 缺掉的一片感情 最后是原著中的男主虚竹 在这里 却变成了一个十足的配角 唯一给人留下的 只有名和丽的经典画面 不过 也引人深思 正如方丈所说 天下人都逃不出名利 名者虚妄 利者虚服 这部电影被很多人 诟病情节改编 过于魔幻 武侠成分少得可怜 像星球大战版的武侠剧 但其实 如果我们抛开原著的描述 单纯从武侠这个点去看 它依旧可以成为 一部经典电影 虚竹在危难时刻 依旧选择了留下来 临危寿命 去飘渺风搬救兵 阿子作为一个武侠界的小人物 勤勤液液地走着自己的攀附之路 少林寺方丈 宁死也不愿让出少林寺等等 但其实 令阿浪印象最深的 还是电影开始时 破棋局 才能够得到西式武功的电影桥段 而这个棋局 非一般意义地对异 更是与心灵深处的执念对话 直白地说 如果你跨不过心里的那道坎 你将极易做出错误的选择 一生不得安宁 而且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一个人得到极致的武功 却无足以架林他的心智 其害无穷 人生如其 每走一步都是一个选择 看到电影这段时 不禁记起两句耳熟能详的俗语 一子错满盘击落所 与异师祖成千古恨 原来在中国人的语境中 棋局于人生竟然是如此相似 所以 为什么看以傻憨的小和尚许主 能破局 而苏星河却不呢 这其中透露着一种淡淡的禅意 让每个观众去细细评误 最后关于这个电影 还有一些大家不知道的彩蛋 阿浪一并给大家说了 其实 林青霞一直是巩俐的偶像 但之前两人 总因为各种原因擦肩而过 最著名的一字 就是徐克监制的 新鲜鹤神针 出版原定林青霞 演男装扮相的 女霞白云飞 而巩俐是刁满女蓝小蝶的 初定人选 但两人双双与本片失之交臂 而青霞和巩俐 直到1994年的天山同老 才正式合体 一了之前的错身情缘 而关于天龙八部原著 那么大阵仗 那么大篇幅 只有一部天山同老 显然无法承载 其实 当时永圣影业 筹备拍摄这个版本的 天龙八部系列电影 本就准备了大制作的三部剧 杰逸三兄弟 乔峰加虚竹加段玉 分别定了三大男亲 成龙加郭富城加周星石来演 一人一部独立电影 当时永圣决定用虚竹 来做首播主打 但虚竹在原著中 属于小透明状态 初定的大咖小神郭富城此演 最终换成了TVB的小声林文龙 主创把更多精力 都放在了研发天山同老的大女主气质上 但这部电光火石的天山同老 太过新派的武功特技 让票房一落千丈 赔了本的永圣决定放弃后两期的拍摄 跟阿飞正传一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 说同类问题 续集也就遥遥无期了 最后也只能脑补 成龙眼乔轰的侠义好景 以及新爷和关志玲 变身喜感的翩翩公子段玉的 仙律其远了 最后阿浪想反思一下 李秋水和乌星云的结局 两大女主最终没有得到 她们苦苦追寻百年的爱情 但也许她们得到了 凡尘中最珍贵的赠礼 提许美丽的回忆 一份真正的宁静 在人生百年的轰轰烈烈过后 她们做出如此选择 那人在挣扎生活的我们 好举又将如何演绎呢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